洛杉矶市碧科有莲一家面包店 1月15日凌晨3点左右遭一群蒙面劫匪抢劫 当时店内有三名员工 嫌犯驾驶一辆带有遮盖车牌的黑色凯迪拉克 停在佛蒙特大道的ELVO OXACU 司机留在车内 五名身穿黑色莲帽衫和面带口罩的嫌犯 下车并使用建筑工具打破玻璃门进入商店 当嫌犯跑进屋内搜刮时 一名员工见状慌忙逃跑躲藏 而另一名员工站在原地被一名嫌犯抓住 推到后面的房间 店主表示他们没有带走任何钱财 但造成了约2000元的损失 嫌犯最终乘车逃离现场 洛杉矶市警察局表示没有人受伤 目前没有人被逮捕